我想說幾句話 我們總統的總統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在總統拜登宣布退選後 首次公開露面 她贊許拜登政績無與倫比 感謝她對國家的貢獻 隨後賀錦麗改往拜登老家 德拉瓦州 並在競選造勢中喊出 一個團隊一場戰役的口號 呼籲黨內團結一起贏得總統大選 而拜登也打電話到造勢活動中 隔空喊話 期望競選特隊可以全力支持賀錦麗 而原本保持沉默的眾議員 前議長裴洛西也終於鬆口 宣布支持賀錦麗 而賀錦麗在投入競選後的二十四 四小時內募集到八千一百萬美金 折合臺幣二十六億創歷史新高 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二零二四 總統大選中首次捐款 賀錦麗也開了一場線上視訊會議 和三百名核心支持者談話 這波喚心血的變動中 好萊塢突然結束拒絕資助民主黨運動 瞬間湧進大量資金 饒舌歌手卡蒂比以及奧斯卡得主傑米 李扣蒂斯成為最大金主 歌手凱蒂佩瑞 亞利安娜 隨即力挺 賀錦麗出馬 整個好萊塢沈浸在興奮當中 就連啟動停資運動的創始人 也表示鬆了一口氣 並準備好打贏選戰 記者綜合報導